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同时这也为豪杰之事构筑了一个施展报复的大舞台 时乐便是这一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少数民族首领之一 那么奴隶出身的他究竟是如何一跃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帝王的呢 白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第四集《大赵天王》 我们上一集说匈奴人刘渊 刘冲 刘耀三父子 带领着匈奴 带领着鲜卑截底枪 以及各民族组织的联合部队 前伏后继地灭了西京 建立了他们的大汉 那么刘冲继位以后呢 很快地愈由 传奇英雄演变为荒唐君主 那么所有的人都预测 这个刘冲他的下场可悲 包括那个他当面道歉的 向他提议见的 我们上一集说到的陈元达 也在长期的失望之中 最后绝望了 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但从刘冲自己来说呢 他非常侥幸 公元316年 刘耀攻下长安 刘冲318年去世了 虽然谈不上寿终 但是也可以说是正寝 那么刘冲死了以后 整个他的都城平阳 又乱成一团麻 那么收拾这个残局的 是刘冲的杨子 刘冲的兄弟 刘耀 说到这里细心的朋友 可能会问的 我们上一集说 有五个少数民族 古人称他为五胡 然后前年后建立了16个政权 我们把它称成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 但是刘冲创立的 刘冲继承的这个汉 他根本没有在十六国之中 这怎么解释 这么重要的人物 所建立的政权 怎么能够不算 这就跟刘耀有关系了 怎么跟刘耀有关系了 刘冲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刘灿继位 结果被全城所杀 刘耀当时政策长安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立即带兵 杀奔平阳 那么有效忠刘氏的官员 就连起手来把全城杀掉 为刘灿报仇了 同时带着所谓的 全国玉玺来投奔刘耀 这个刘耀得到这个 全国玉玺非常高兴 立即称帝 同时把他的都城 由平阳 也就是现在三系的林芬 迁到长安 迁到长安以后 给这个政权取过了一个名字 更名 更名为什么 更名为赵 这就是十六国之中的 一个叫做前赵 这是在公元319年 刘耀改旱为赵 但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前赵 因为不久以后 很快地又出了一个赵 由于他在前 那个在后 所以人们把这个叫做前赵 把那个叫做后赵 那么从刘耀本身来说 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政权 叫什么前赵 那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因此这里提醒诸位 在五福十六国 对各个政权 包括前赵 后赵 包括前情后情 等等 凡是有前缀的 这个前缀 都是后人加上去的 以示区别 还有比如说东和西 南和北 也是后人 写史书的时候 或者谈论这个政权的时候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政权 把它加上一个前缀词 那么现在问题是 这个刘耀为什么要改国号 他自己有一段话 在改国号的时候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要告全国的民书 他也有个造令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他说王者之心 弊地十足 我皇家之先 出自夏后 他也认为 他是大禹的后代 这个光文就是刘渊了 恩德皆于俗民 故立汉祖宗之庙 以怀名望 他把这个刘渊 把这个国称为汉 把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揭示出来 实际上刘渊也是这个原因 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 为了得到汉人的拥护 他把国号称为汉 但是刘耀认为 现在十国紧迁了 匈奴人 已经在领导历史的潮流了 那么 与世俱进 这个国号就不能再叫汉人 那么叫什么 叫造 改国号为造 至少有两个原因 哪两个原因 第一 这是真欲所在 什么叫做真欲所在 因为刘渊 他原来接受西晋的赤锋的时候 锋的地 在中山国境内 这个古中山国 后来归造国了 而刘渊自己 他从小也在那一块地方长大 也是他的老家 所以这样一来 造这个地方 古中山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真欲所在 或者说 是带有地利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我们 在讲那个 国史通缉的第二部 谈到西晋的时候 说到一个 武德宗史说 历代统治者 在正统观念的影响下 或彰显正统 或争夺正统 那么刚刚称王的刘耀 又是如何展示正统的呢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第四集 大赵天 在中国古代 正统问题 一直是人们 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 是否名正言顺 顺天应人 可以说 没有什么 比正统更具有号召力了 秦汉以后 武德宗史说 成为历代王朝 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 一个基本依据 所谓武德宗史说 是指古代阴阳家 把金木水火土五行 看成武德 认为历代王朝 各代表义德 按照五行相克 或相生的顺序 交互更替 周而复始 这种说法 受到了历代新王朝 建立者的信奉 而刘耀 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这个武德宗史说 一直到西晋 到五福十六国时期 还在流传 所以根据当时的武德宗史说 晋 它的是属金德 金木水火土的金德 那么赵是属水德 那么金所在地 这个西晋的都神洛阳 它偏西一点 这是金 那么赵的所在地 偏北一些 这是水 金生水 水由金生 那么取代西晋的 就应该是赵 这就叫天命所在 也叫天意 那么由于真意所在 由天命所至 或者说天命所归 因此他要取这个国号 叫做赵 我们从这一条赵令里头 以及这个刘耀 改国号 由汉改为赵 我们看到 他们心态的一种矛盾 一种什么矛盾呢 第一 他是凶辱人 但是又正在汉化 所以第二 他们的理念之中 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 已经被汉文化 渗透到细胞里面 但是另外 他们的血脉里头 又流畅着 匈奴人的血液 所以第三 他们的形式之中 我们看到 汉文化的影响 但是他们在做事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 匈奴人的做派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恰恰是 一种民族融合的过程 那么在刘渊 所创立这个汉 在刘耀改名为赵以后 在他的这个政权内部 在他这个部队里头 他实际上是一个 多民族的构成 成分极其的复杂 他既有匈奴人 也有鲜卑人 也有杰人 底人 枪人 也有汉人 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 那么即使是匈奴里头 他也有很多 不同的部阻 我们说 刘耀的灶 刚刚出现 马上又有人 立即成立了一个灶 所以后来历史学家 把刘耀的这个灶 叫做前灶 把另外一个灶 叫做后灶 那么后灶的创建人 他的名字叫石乐 这个石乐 史书上记载 它的出生 是比较复杂的 怎么个复杂法 我们来看一看 晋书和十六国春秋 它是怎么记载的 在晋书的石乐传里头 十六国春秋 也是这样记载的 实际上是一个来源 他说 这个石乐 是上党武乡 杰人也 其先 为匈奴别步 枪曲之咒 这个实际上 好像很多都没说 是匈奴别步 枪曲之后 那么这个枪曲 从哪里来的 匈奴实际上 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组合体 在他的这个组合体里头 有许许多多的部组 那么石乐的部组 史书上记载 说是相取之咒 那么有许多历史学家 古代的 前代的 我们当代的 也都在研究 它到底来自于哪里 后来大家倾向 从它的人种来说 祖种来说 它和匈奴是有区别的 匈奴是黄皮肤 黄种人 而石乐 这个杰族 它是白爪 体型体貌也不一样 它们是高鼻 生木 龙须 甚至卷法 那么有学者就分析 根据各种材料进行考证 结果考证 它们来自于西域 但是从石乐具体的身份来说 它这个整个的家族 整个的部族 它就是匈奴的奴隶 五湖十六国 一个生灵涂炭 恶瓢遍野的纷乱世 也是一个英雄辈出 尽险风流的机遇旗 石市造英雄 那些经历战火洗礼 而最终锁定乾坤的 大都是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 而石乐 便是杰湖族 在中国历史上 展露头角的第一人 那么奴隶出身的石乐 是如何脱颖而出 并最终问顶中原的呢 据记载石乐的出身 他也有异兆 这个异兆据说是 刺气满堂 而且有一道白光 直贯中堂 所以见到的人 都觉得很诧异 说这个小孩不比一般 那么石乐在十四岁的时候 他没有像刘冲那样 变毒四十五金 变毒柱子百家 儿子和族人一起经商 经商到了洛阳 十四岁的小孩 来到洛阳极其的振奋 一时兴起 一边呼啸 一边就登上洛阳的城墙 据记载 竟然惊动了洛阳的很多贵族 这就有点像 武侠小说里头说的一样 可能中期很足 那么又很悠长 所以震动很大 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小孩以后不是祸害 就是英雄 作为奴隶的石乐的部族 和作为贵族的刘渊 刘冲和刘耀 他们的不一样 在上层 他们被汉文化尽头的很厉害 但是在下层 他们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 那么石乐开始 他曾经做过别人的奴隶 后来他也跟别人一起贩卖过奴隶 他干过这种事 到了刘渊起兵返禁的时候 石乐开始是追随别人 一起投奔刘渊的部队 后来独挡一面 然后逐渐发展 发展成为在黄河以北 非常大的一股势力 而当时的战争 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哪两个词 第一 是沙翔 在当时非常普遍 第二 是屠城 在当时非常普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当时整个形势非常复杂 所有的政权都在动荡之中 所以当自己的力量不支的时候 往往就考虑投降 乃至是乍想 当发现自己投降的这个势力 也处于不稳定的时候 那么马上又反叛 所以这样一来 就带来了一个恶果 胜利的一方 不管你是真乡 还是假乡 统统杀掉 那么这样一来 既然是真乡也要杀 所以 很多的势力 他就坚守一个城市 事死不详 这样一来 胜利的一方 一旦攻下城以后 他就带着报复的心理 进行屠城 所以杀祥和屠城 变成当时的常态 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刘耀 还有石乐 他们都带兵 共同攻下洛阳 攻下洛阳以后 杀死王公大臣 以下三万余的 把尸体堆在洛水之北 作为金官 但是 后来大家慢慢地发现 在诸多的这种势力里头 这个杰人出身的 匈奴别不出身的石乐 恰恰是最能够打仗 而还有能够安民的将领之一 这就奇怪了 在 刘元还在的时候 曾经派刘冲 去攻打湖关 这是现在山西 长治北边的一个重镇 石乐的部队 是所向七名 后来又奉命 去攻打魏军 攻打顿丘 也是现在荷兰省 从安阳到扑阳的那一带地区 但是 石乐在进兵的过程中 他一方面连续取得军事胜利 另外 在当地招募了五万多军队 使自己的军队 发展到十多万人 而且还能够阅俗部队 秋毫无范 所以当时的记载 说它是军武施略 百姓怀之 军队没有掠夺百姓的财产 而百姓怀验自己 这是军队 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 这到底是石乐与生居来的 他这种天赋 还是他在长期的 这种生活和战争的历练中 所培养的大的智慧 或者是他身边有什么高人指点 应该说三者都具备 如果他们有修炼成大智慧 他就发现不了有大智慧的 如果他们有修炼广阔的胸怀 那么他就隆不得大智慧的 难道秦朝秦二世 胡亥身边没有高人吗 但是他偏偏认准 指路为马的糟糕 难道项羽身边的范针 不是高人吗 但是项羽偏偏听不得他的意见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又看到一种情况 凡是能够发现高人 凡是能够隆了高人的人 一般都必须具有大的智慧 和大的胸怀 那么时代身边恰恰是搜罗网罗的一批高人 他做了出了一个 令当时的人万万想不到 也令后来的写历史的人 非常振奋的一件事 什么是 一个匈奴别步 一个杰苏的将领 他竟然在他的营中 网罗并且养着一批 汉族读书人 说是一官人物 并且把这一帮人 把他们的所在地 把他们所居住的营房 叫做君子营 这倒是有意思的事了 那么他到底收漏了哪些人物 我们等一下马上要提到 那么这些人物 这个君子营给他干什么 干三件事 第一 讲述历史故事 第二 策划当前的谋略 第三 描绘未来的规划 我们要可以简单地说 讲历史 出齐谋 定规划 在建书里头 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诸位看看大屏幕 说实了 引张兵为谋主 史属军功朝 以刁印张晋为骨功 奎安 孔长为爪牙 知行 复原谋 亡羊 桃报 陆明 吴宇灯 为将军 这可以说是 石乐的一个基础 基本的家庭 或者说是统治核心 这里头 身为君子云里有哪些 张斌是一个 张晋是一个 那么还有 但是还有 没有进入到石乐的 这个基本半体 我们可以说 这个君子云里存在 和这位 他的核心人物张斌 是有重要的作用 而张斌这个核心的成程 也是逐步实现的 石乐最终能统一北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 而善于用人 是石乐能够终成大业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石乐周围的众多谋事之中 张斌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么张斌究竟是什么人 在石乐的称霸之路上 他都起了哪些关键作用呢 张斌是赵俊中秋人 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那一代的人 那么他父亲曾经住过中山太守 张斌从小和同时代的很多读书人一样 保读诗书 保读先行住址 但是他读书有一个特点 也是同时代的特点 他的前辈诸葛亮 他的晚辈陶渊明读书都是 只求大义 不章句 甚至读书不求圣洁 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是今世之用建工业 而不是好守穷金做学问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学问家 而是要把自己所学的这种文陶武略 来为社会服务 那么要为社会服务 他必须找到要用他的来 所以他常对别人说 以我的这种 对天下的洞察力 以我的这种谋略 绝对不在汉朝的张良张子房之下 只是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汉高主 于是他对当时的形势进行观察 而我们有一句话 说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那么经过观察 他非常欣喜地告诉 秦鹏郝勇 说武立官驻将多矣 什么刘渊啊 刘冲啊 刘耀啊 其他等等 我都看得很多 独胡将军 可以共臣大使 唯独可能只有这个胡将军 也许他当时还不知道石勒叫什么名字 但是知道是胡人 因为石勒他们这个家族一直东进 和其他民族也有瓜葛 所以能不能称他为杂虎 那么既然有了机会 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张宾 来到石勒军队的驻扎地 来到石勒的撞前 那个有竞书的记载也很有意思 好 我们看竞书怎么记载 张宾去见石勒 说提建军门 大呼请建 手中握着宝剑 口中高呼 偷军 意思就是 我不是一般的读书人 我是可以上阵杀敌的勇士 这就使我想起 我们在国史通监第二部里头 谈到立即 见汉高祖刘邦 有人通报说来了一个炉士 汉高祖说炉士 把他的罐摘下来 做便器 结果立即大喝一声 我来高扬九徒 拿了什么炉神 不是炉神 这个张宾也一样 我不是炉神 我可以从军的 但是张宾出见石勒 好像并没有撞出 这个立即出见汉高祖的那种火化 什么原因呢 一个石勒当时 还是刘渊 还是刘冲手下 诸多将领里头的一员 那么对汉族文化 还没有那么多 太多的了解 后来 随着张宾他们的投奔 随着自己的队伍 逐渐的壮大 随着历史故事 听得很多 那么他开始有感悟了 随着张宾等人的谋划 往往见奇笑 他重视 随着他的蓝图 一步一步清晰起来 他觉得自己有目标 那么如果只会讲历史故事 那只能做顾问 如果要做谋事 特别是做某主的话 还要出奇策 要对当前的事物 要提供自己的方略 而这方面恰恰是张宾之所长 那么近书张宾传 说张宾 积不虚发 算无余策 称乐子基业 皆宾子熏业 都是高招 当然这个也说的有点过 但是至少 张宾伟代表的金子英 在十乐的战争过程中 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谋力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 刘渊还在世的时候 十乐奉命 去攻打襄阳 把襄阳打下来了 准备继续进兵 占领江汉 这个时候张宾提出反对 说我们的实力不够 进军还很强大 而且会出现其他的意外 结果果然不出张宾之所料 在进军的强大抵抗面前 无法突破 而这个时候 军队又几乎断粮了 军中的瘟疫又出现 怎么办 十乐有点后悔 准备退兵 针究张宾的意见 张宾说不行 这个时候如果一退兵 军心换算 我军大势已去 那十乐奉说那怎么办 张宾说了一个一字诀 哪个一字诀 进 进兵 不是退兵 而是进兵 当时所有的将领都认了 还进 进到哪里去 但是十乐为什么是他有天授 一点就通 怎么一点就通 一时就绪 立即渡过免水 放弃之中 渡过免水 直扑进军 没有防备的江夏 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的中翔 结果把江夏打下 大大的补充了兵员 又得到了大批的支重 然后扬仓而去 从此以后 大家认为这个张宾 是神帅 再举个例子 攻下洛阳以后 这个时候已经在 刘冲的这个统帅之下了 十乐再一次准备下降了 和进军 在现在 荷兰省的上蔡一带 新人对峙 但是千象大雨 军心再一次不稳 特别是发生了更大的温域 那怎么办 十乐就征求 将领们的意见 结果将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 说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 我们可以诈详 可以假装投降进 然后得到缓席的机会 这是第一 第二 有一部分将领提出 我们从来就不干这种事 我们可以分兵多路 像进军所占有的多个地方 同时发动攻击 这个十乐听到他们的建议 有的时候成云不语 有的时候 两天长笑 那么回头问张斌 张斌对这两种意见 都提出反驳 说是诈详 静会接受你详吗 而且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那个 您将军 和刘耀一起打下洛阳的时候 攻灭人家的城市 俘虏人家的皇帝 杀害人家的王公 霸占别人的妻女 说 做将军之法 不足以赎将军之罪 把你的头发一根一根拔下来 赎你的罪都赎不完 难道人家会以为你真详吗 说进冰 天下大雨 军中温玉 你拿什么打仗 那么大家一听 想也不死 打也不死 该怎么办 张斌说了一个字 还是意志诀 什么意志诀 退 上一次在襄阳 他意志诀是进 这一次在上菜 他的意志诀是退 那么退进军追赶怎么办 张斌笑道 进军跟我军对抗 是迫不得意 我军退 他喜从天降 他敢追吗 那么退到哪里去 张斌继续陈述 退往黄河以北 金云涅渡 近战核硕 以为根本 然后 北伐西征 建立我们的基业 这样一来 大业可成 张斌一边说 助人一边听 时乐听得热血沸腾 然后听完张斌的一番解释 那个史书上记载 时乐的高兴 时乐的激动 四个字 让妹 古兰 把那个衣服的这个妹 一郎 然后 胡子都吹起来了 非常高兴 立即把张斌 提升为 幼长使 称幼口而不明 从此以后 叫张斌 叫幼口 在君子营的不断的指点 在时乐的天赋 和大智慧的这种驱使下 同时又在 杰人 凶辱人 驻足的勇士的这种搏斗之下 那么通过他们的搏斗 时乐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 成为整个广和流域势力 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那么在流渊的时候 时乐的羽毛没有丰满 他受流渊的指挥 那么到流冲执政的时候 时乐的羽毛已经丰满 但是 他买流家人的人情 买流氏的这种面子 仍然是替流冲打仗 冲锋见证 但是已经开始 不接受流冲的封赏 到了流耀 做皇帝的时候 时乐完全不买仗 所以在流耀 已把国号改为赵的时候 那时乐立即建立另外一个政权 也叫赵 这就是前赵和后赵 两位曾经并肩战斗 曾经共同作战的战友 现在变成冤家对头 都在争 争什么 争随是黄河流域的老大 谁来统战整个黄河流域 但是说来也很有意思 这两位战场上后来的敌手 他们又在干相同的事情 干什么相同的事情呢 刘耀把都城由平阳迁到长安 第一 在长安建立太选 把他的统治区内 1500个禁修子弟 集中在长安读书 第二 招募人口 把各地 发生动荡的灾民 以及少数民族等等 迁徙到关中一带 既是加强关东的势力 同时也就近管理 但是刘耀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所控制的地区 民族矛盾极其的复杂 而刘耀坦率地说 他是传奇英雄 同时汉化很深 但是恐怕还不具备大的智慧 和大的胸怀 他身边没有构建一支 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智囊团 所以他自己经常出征 自己经常地打仗 那么长年疲于奔命 与此相反 石勒的势力却在逐步地稳定 石勒以乡国 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的邢台 和聂城 他为中心 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那么做了哪些事情 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 征收赋税 每一富百姓 要向他的大兆政权 当然他自己是称大兆 我们历史上把它称作后兆 每年每富 交两股骨质 交两匹钵 作为主义 以为这是剥削吗 以为这是掠夺吗 实际上这个措施的出现 意味着石勒的政权 由流窜性和掠夺性 改为稳定性和保护性 那么他保护的是向他拉税的人民 他的稳定他就有根据地了 和原来的流窜性 和掠夺性不一样 他变成稳定性和保护性 第二招募流民 仅仅在公元316年 刘耀在攻打长安的那一年 那么石勒就在 后来的前兆 当时的汉的所在地 招募了20多万流民 还有其他地区 大量的流民附作于土地 他的力量更加的雄口 流民一附作于土地 就成为稳定政权下的 稳定的致民 第三 创办学校 那个刘耀在长安建太学 石勒也在湘国建太学 又叫大学 然后在各个郡建小学 大学小学并办 每个郡是主办官 学校的领导者叫季九 同时每个郡 还有弟子150人 学得好地 通过考试 可以到湘国的大学里面去 这是第三 第四 制定法律 这就是一种稳定的气象 规范民众 规范贵族 规范军队 第五 还推行选拔制度 那么开始升五等 后来分九等选拔人才 一句话 当年的朝位 在稳定秩序之中 在干什么事 君子营的君子们 张兵们就劝食了 在干什么事 这样一来 势力就驰掌比销了 在和刘耀的这种斗争之中 在和前兆的斗争之中 后兆的势力越发强大 那么在公元329年初 两大势力 在现在洛阳一带展开决战 已久壮胆的刘耀 结果马斯前提 被石勒所俘虏 然后石勒的军队大举袭进 把原来前兆的地盘 统统收归基务 那么在公元330年的时候 西起关农 东至大海 北起辽东 燕造 南到淮河 这么大片的土地 也就是当年朝卫政权 所拥有的这一块土地 都归后造所有 石勒当时给自己 取了一个极其响亮的称号 什么称号 大造天王 如果后来不是出现 种种的意外和变故 后造 和东进的南北对峙 可以提前一百多年实现 那么后来出现什么变故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